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 对,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世界,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的一个命令,这是我们必须要遵行。 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 有的人说,这一个不值的世界,是不是我们就应该要恨恶不要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所讲的那个世界,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内心世界。 因为后面一些圣经讲得很清楚,什么是世界,在这里有解释。 我们看见那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精神的消耗。 这个世界还不仅仅是指着我们外面物质。 今天我们对这个物质的世界,我们有一点享受。 我们说不能说这就叫做犯罪。 今天我们也需要在这个物质的世界中生活,自己需要有一定的收入。 但是我们说在这里讲的不要爱世界,就是我们这个内心的世界。 这个内心世界是外面世界在我们里面的反应。 今天弟兄姊妹,也就是换句话就是说什么? 外面的世界我们并不是好像我们像信的福教那样看破红尘了。 我们对这些都看了是空了。 我们说我们从来不是这么说。 但是我们说外面世界不能使我们的内心怎么样动心。 它不能占据到我们的内心世界。 在我们的内心世界里面,如果是被那个外面的世界的东西所占有。 在那时候我们就是这里说的爱世界。 所以我想弟兄姊妹,我稍微的这样。 有的时候我们对真理,你只要前后仔细去看一下,你就会知道。 其实今天圣经里面的真理都是很平衡。 有的人批评说你们信了耶稣了就消极了,对世界就是厌恶了,就以为超市了。 今天我们说我们就是超市是指我们心灵的超市,而不是指我们实际生活。 我们的实际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必然脱离不了这一个社会生活。 还现实。 今天我们信耶稣从来没有让我们是去像出价一样的去。 我们说中世纪也是有那些修道士。 他说现在我们都知道我们不需要过这种生活。 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我们就跟社会一样的生活。 这不是爱世界。 但是社会的生活反映到我们的心灵里面,占据了我们的心。 这时候我们的内心世界,我们说是被外面的这些东西所在的。 我们这个时候就是到了爱世界的地方。 所以在这里说什么是世界。 世界和其上的世界就是什么? 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精神很较好。 他没有说什么高速公路啊,这个飞机像大炮啊,这个高楼大厦啊。 我们说不是,这个世界不是指这个。 这些东西我们可以利用,为什么不用? 我们说有些在真理上看片的,就以为这些东西都是世界的,都不能用。 大家是不是知道在世界上现在还有一些信耶稣的人呢? 他们是拒绝一切机械的。 他们耕地都是用牛,用人力的。 他们坐车是马车,他们到现在还是自己不能有汽车的。 可能你们大家没听说,真有这样的一些人。 他们是信耶稣,是为了这个信仰的人。 因为为什么?他们认为这些机械的东西,电灯也不用的,电邮灯的。 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就是世界。 你用了这些,电话也没有的啊,不要说手机。 我们说电话这些都是世界。 那么今天我们,很多人很爱手机啊,整天那么手机发信。 我们说这是不是我们爱世界呢? 如果这些东西影响了你,当然我们说这就是闲杂人。 要不然的话,这些东西本身不是罪,我们都在用。 那么这不是世界吗? 我们说这不是我们所讲的世界。 这些东西反映到我们的里面,心灵世界,内心世界,而我们不能胜过。 我们说这个时候我们才是爱世界。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世界上的事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精神的骄傲,不是电灯手机这一点。 这样我想我们大家就懂。 其实真理是很平衡的。 今天我们说,在这里第一点,亚蒙人、摩亚人。 在圣经里面的亚蒙人、摩亚人。 为什么嘛? 亚蒙人、摩亚人在我们圣经里面总把它预表作肉体,预表作世界。 我们说,因为当初以色列人进加南之前,有一个摩亚王巴勒,请了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 没有成功,最后巴兰出的主意叫摩亚女子,勾引以色列人,饭煎饮,吃季后香肉食。 所以从这个以后,不但摩亚人不准弱耶和华的慧,而且这些人就成了肉体私属的情欲,那样的一个代表。 亚蒙人、摩亚人,我们说,欲表,我们肉体私欲。 必须清楚。 必须清楚。 第二,我们看罗马书十三章十二节。 罗马书十三章十二节。 我们找到了一通来念。 黑夜以身,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 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丽的定气。 黑夜以身,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 第二,我们说,什么叫暗昧的行为? 暗昧的行为是不是罪啊? 如果是罪的话,那么保罗在这里就说,我们就要脱去罪。 为什么要讲暗昧的行为? 暗昧的行为是不是一个好的行为啊? 但是他是不是罪呢?也还不到罪的程度。 当我们说两个人有暗昧的关系,那就说明这两个人的关系不正常。 但是我们不能说他们已经到了犯罪的一步。 那只是好像有一点暗昧的关系。 这个暗昧的关系就说明我们还说不清楚。 今天为什么要脱去暗昧的行为? 我们说罪肯定是要脱去的。 但是我们说保罗在这里还是提醒罗马的弟兄姊妹, 黑夜以身,白昼将近,我们要脱去那暗昧的行为。 暗昧的行为我们常常说那就是在罪和非罪之间。 有些事情你说它是罪,还不到。 你说它不是罪,不正常。 对于这些事情,我们常喜欢用一个灰色地带来表明。 我们都知道在白色跟黑色的中间,还有一个过度的灰色地带。 很多人在白色不犯罪,觉得很难过,做不到。 黑色犯罪,又有点害怕,总觉得不很好。 灰色就很舒服。 在这个地方呢,就很自在。 你说他犯罪,他说我没犯罪啊。 你说他不犯罪,但是他又很靠近罪。 我们说他还没有肉体的情欲,但是呢,就比较体贴肉体。 哈哈,我们说这个,我们知道灰色地带是一个过渡。 不可能长期在灰色地带。 要么你醒悟过来,赶快回到白色地带去。 要么怎么样,从灰色地带就慢慢地滑向黑色地带。 每一个人的灵性光景都是这样。 往往当我们在灰色地带,我们有一些暗昧的行为,我们并不注意。 而这一个灰色地带暗昧的行为,就是在这里讲的贤渣人。 贤渣人,我们说他不一定是亚蒙人、摩亚人。 亚蒙人、摩亚人应该在以色列人中很容易看出来。 每一个民族有自己的服装。 而贤渣人呢,他到了哪里就穿哪里的服装。 他没有一个服装,他也没有自己的服装。 他就跟以色列人一样,但是他又不是以色列人。 这些贤渣人,我们知道从出埃及的时候就已经有许多贤渣人跟着走。 一直到这个时候还有。 今天我们说,亚蒙人、摩亚人是我们比较容易驱逐。 贤渣人就比较不容易。 为什么?因为我们不觉得这是最好。 这就是刚才我讲,看看电视有什么关系。 你没有讲到看完了电视,在你的头脑里面, 你很容易就把电视的那些内容老是占据在你的头脑里。 这时候你要看圣经就很难。 年轻的时候我喜欢下下棋,下完了下棋去祷告, 我常说里面蛮脑子的鞠马炮。 什么也好,都不知道。 我们说这是很现实的。 但是你能说下棋不好吗? 这是健康的一个活动,对不对啊? 我们说我们绝对不能说下棋不对。 闲招人就是这样的一类东西。 他在你的里面,你说他是罪,他不是。 但是呢,他影响你跟主的关系。 那么我们说,现在我们是不是说不准下降下棋? 没有。 我们要下下棋,难道信耶稣连下棋都不能下了? 那我想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人家更害怕了。 今天我们说完全可以。 但是问题是现在你叫我下降棋,我也是一样没心事。 冬不出这个脑筋,这个脑子不用在这些上面。 真的有时间,真的要下一步棋有什么关系? 我觉得也没有关系。 但是,今天我们说我们要注意的是,不但磨压而养人, 闲杂人也要把他赶出去。 所以那个就是暗昧的行为。 可以说的,闲杂人是反影响我们专心爱主的暧昧事物。 必须绝交。 那些以色列人只要把亚蒙人、摩扬人赶出去, 也要跟邪杂人绝交。 好,我们休息一下。 第二,除了当时尼西米回去清除了闲杂人,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第七到第九节。 我们一起来看,当时在他们中间发生了一件非常得罪神的事情。 我们说,那一个仇敌,多比亚,想尽方法要到耶路撒冷来破坏,没有能够达到目的。 这个时候,他却不但是来了耶路撒冷,住进了圣殿。 我们念第七到第九节。我们一起来念。 我来到耶路撒冷,就知道,医里亚时本尼多比亚在神殿的便利与被固达到爱了之时, 我神皇主,就把多比亚人类陷家里去统一舟包出去, 神主人接近这屋子 就将神殿的器皿和图级 从下来拨开进去 我们说第二件事情 我们的题目呢就是驱逐多比亚 可以说当时在一个祭司 以利亚十的帮助下 多比亚做到了 他想尽方法 用威吓要想攻打 用两个方法都达不到的目的 住进了圣殿 我们说这件事情在当时可以说 是一件相当严重的问题 因为就因为他住到这一个屋子里面 这个屋子原来是堆放那一些百姓的奉献 而这些奉献是供应立位人的 就因为他住进了那个屋子 把那些奉献都丢到外面 没有再能够给立位人供应 以至于这些立位人又都离开了自己的工作 可以说他住进去了以后 直接就破坏影响了神的使命 我们说为什么多比亚能够做到 他经过了化妆跟以利亚十结起 以利亚十当然也逃不了他的责任 等下我们会讲 但是在这里给我们看见 敌人经过化妆就达到了那一些 他本来吃啰啰 要攻打的 但是却达不到的目的 住到了圣殿的里面 破坏了教会的事故 玷污了教会的存结 今天我们说魔鬼也是一样 他今天要叫我们不要信耶稣 恐怕很困难 但是他化了妆 进到我们的里面 使教会辨职 我们说这个时候教会所做的工作 不能再是合神心意 按照神教导 今天我们看见在教会里面 确实就有这么一些事情 这么一些情形 往往我们说还是好像是教会 也是挂着教会的名 但是所做的事情 我们说已经是圣经变质 使我们的主耶稣 不再能够在教会里面掌权 好些这一类的事情 都是借用了一个很属灵的名字 我们也都有听说过 现在已经不是耶稣的时代 而是圣灵的时代 当然我们说圣灵是善意真神之一位 但是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 圣灵他要另外来立一个时代 圣灵今天在我们的中间 他是来做宝贵事 他的任务是要荣耀耶稣 今天我们说有些人 把旧约说成是叫耶和华的时代 那么现在使徒行转开始 那是圣灵的时代 那么我们说耶稣的时代在哪里 耶稣的时代只有33年 就是他降生到他定时之下 他的时代就过去 可能讲到人他自己对圣经不那么明白 我们都知道今天还是在意我们主耶稣基督 跟我们另立新约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也就是今天还是新约的时代 每一个约在立的时候 我们知道都有一定的要求 是以立了约 然后才可以有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 我们说摩西他代表以色列人到神那里 立了律法的约 律法时代开始 我们的主耶稣是用他自己的靴 为我们另立新约 新约时代开始 圣灵降临 那只是来执行耶稣所做成的旧文 还是在这个时代的里面 他是我们的宝贵事 圣经里面的道理是很清楚 就是有的人一定要说 这是圣灵的时代 目的在哪里 好像在高居圣灵 其实我们说 这些说法架空耶稣 让耶稣成了一个空头的内容 不再有实际的意义 今天为什么他们不喜欢耶稣 而喜欢圣灵 在圣灵的名义下 可以随意的说 随意的做 都可以借用圣灵的名义 今天在耶稣的教导下 你要做什么事情 人家就要拿出圣经来 今天我们知道 异端最痛恨的就是圣经 今天我们说 东方闪电常说 你们这些老讲圣经 圣经是圣经的奴隶 今天我们说 我们宁愿做圣经的奴隶 也不要去做罪的奴隶 本来我们就是义的奴隶 我们是应该要遵行圣经 但是我们说 今天那些所谓高举圣灵的 我们说这不是我们今天 仅仅只是一些认识的不同 往往这里面 确实已经到了信仰的不同的问题 这越来越严重的问题 今天我们说高举了圣灵 我们说当然圣灵是神 也是配受高举的 但是我们都知道 现在圣灵是在做宝贵时 祂是要荣耀耶稣的阶段 为什么喜欢用圣灵 因为在圣灵的名义下 你自己都可以借用圣灵的名义 圣灵告诉我 应该是怎样怎样 圣灵是怎样的 然后我们说 在圣灵的这样的一个 借用的名义之下 我们看见 他可以把自己的意识都用进去 这些魔鬼 他不再是用那些反对圣经 要我们不要相信耶稣 他知道这样的话 他达不到目的 多比亚在外面公然的要反对建造 达不到目的 所以他现在变一个法 他化了妆 进到他们里面 最后我们说 他就是破坏了圣殿的工作 那些利未人就因为他住进去以后 得不到供应 各去走各自自己的路 找自己的工作 我们说多比亚在这个时候就高兴了 你看圣殿里面的工作都给我破坏了 多比亚这个时候就高兴了 他作为一个外邦人 他是亚蒙人 原来就是不可以入耶和华会的 我们说在这个时候 因着他住到圣殿里面 在耶路撒冷里面 好多亚蒙人 所以我们看见尼西米第一个驱逐了亚蒙人以后 就把目标指向多比亚 这件事情在当时一定是一件大事 你看尼西米在这里特别说 就是那一个住在里面的 他有这样的一句话 对不对 这个第七节 在预备屋子的那件恶事 这件事情人人都知道 但是在当时一般的以色列百姓 没有力量来挽回 没有力量来反对 必须要等到尼西米来了才采取了措施 今天我们说 往往挪鬼的方法 不再是外面公然的反对 它最更有效的 就是进到教会的理念 使教会变质 它不是要我们不看圣经 但是它要让我们取解圣经 遍低圣经的地位 它不是叫我们不信耶稣 但是它要架空耶稣 就像很多人所讲 很多的内容 很多所谓新的一些道理 我们可以用圣经来比较 它不是使圣经在我们的信仰中间 更加重要 而总是要遍低它的地位 所以我们说 我们对于多比亚这样 我们也应该要像尼西米这样 有一个坚决的态度 驱逐多比亚 我们说这是一个明显的敌人 但是他经过化妆 敌人经过化妆 把隐藏到我们中间 敌人经过化妆 隐藏到我们中间 使圣殿 被污 被污 事工 被破坏 也就是今天在我们中间 今天 造成 教会变质 还是教会 但是已经变质 现在有的人常常说 现在的教会就好像是社会上的一个公司 而事工就是他们的一个事业 他们有公司 有事业 也希望发展 但是不择手段 发展的目的只是为了公司 为了公司里面的几个人 而并不一定是有一个信仰的公司 今天造成教会变质 圣经被去解 耶稣被降 这不再是一个普通的亚蒙人 在以色列人的会中 而是一个亚蒙人为首的敌人 住到了圣殿的里面 我们对于这些问题 我们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今天在教会的里面 我们说会有这一类的现象 教会变质 今天我们看见好些教会就追求大 追求好 但是不一定追求神居审命 这不是说我们不要教会大 今天我们说 如果我们只是用一些 世俗的方法吸引一些人 今天弟兄姊妹 我们说这个教会就会变质 而圣经被取解 很多地方把圣经变质 我们说耶稣就被降 没有实际掌权 往往是借用了一个很美丽的 一个借口 这一个借口 现在就是很多 有的时候用圣灵的工作 因为圣灵的工作 大家看不见 圣灵跟我这么讲 现在所以有些人就是说 根本就是认为圣经过时 这还不是异端说的 圣经已经不那么重要 圣经那是过去的教导 最新的现在圣灵的时代 圣灵直接向人说话 我们不否定 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宝会师 有恩高的教训 有向我们说话 但是这个话 不会脱离了圣经的教导 如果说圣经的教导 都不需要了直接跟我们说话 所以有些人 他起来就作为所谓先知的讲论 我们说这些里面 你仔细地去看 都有些问题 自称先知 先知的讲论 是来把神的话来告诉我们 我们说这是旧约的做法 今天新约每个人的心里面 有圣灵做宝会师 旧约的时候 以色列百姓 神不直接向他们说话 神要说话都通过先知 但是现在 没有必要再通过先知 这些先知 自以为可以站在神和人的中间 今天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已经开通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每一个神的儿女都直接到神面前 我们中间不需要一个中间人 天主教的错误就是他们认为需要一个中间人 马利亚是中间人中最可靠 最有效的一个 今天我们说现在新的有一些道理 就是也是走到了这一个错误上面 自以为是先知 比一般的信徒要高一等 我们说这个先知是旧约的 这个先知耶稣讲得很清楚 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 所以我们说对这些道理 我们不要给他都蒙混了 我们今天应该要看到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先知 我们每一个人都直接到神面前 神直接可以借助圣灵居住在我们里面 向我们说话 但是这个说话绝对不是随便说的 这个说话我们说一定有圣经的依据 往往我们说 在人看来这些人也是信耶稣 这些人也是很属灵 这些人都一样的在教会里面有影响有地位 有声望 但是我们说今天我们不管他的声望有多高 不能超过了圣经的教导 保罗也是说你们效法 我和亚伯罗不能过于圣经所及 连保罗都这么说 今天有些人就公然超出圣经的范围 要来做教导 我觉得这些都同样的就是像多比亚这样的人 他们在圣殿里面已经是占据了地位 有着自己的房子 但是我们说实际上他们做到的破坏圣殿的工作 这是第二 我们下面来看第三 我们看第四到第五节 我们把这个放在后面 我们把这个放在后面 变一遍地盖大堂子 就是从前收成祖祭 如相 细迷和照明离都空那一位为人 像他们的守民的骨骨 细心所和游的十分之一 愿归其次举其而骨子 对 后面第六节说 那时我不再怨不杀了 那时我们刚才已经讲了 这一章的背景 就是尼西米回到苏珊 波斯王那里 过了一段时间 再次回来 过去有一个时期 每当我念到这里 我总是很不明白 我觉得像以利亚 这个 这一个祭司 以利亚时 他是管窟房的 他有权 竟然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为什么在以色列人中 没有人起来指责他 太明显违背真理的事情 违背圣经教导的事情 违背当时的律法的事情 就是没有人指责 我一直觉得很奇怪 那么应该还有一个大祭司 他难道就不管事吗 今天我们说 甚至于我觉得很奇怪 尼西米回来以后 他处理这件事情 他驱逐多比亚 把多比亚的东西都丢出去 但是他对以利亚时 没有处理 后来我们看见 另外有管窟房的人 但是以利亚时还是祭司 没有处理 我一直想不明白 我一直想不明白 这个尼西米为什么不处理 以利亚时 为什么当时以利亚时 竟然就没有受到大家公然的指责 今天我们说在教会里面 我看到的那种复杂的情形越来越多 对这一类的情况 也就开始明白 今天确实在教会里面 很多不正常的事情 我在这里我可以说 那是因为这里你们给我来讲 但是我们说 我没有这个力量来处理这些问题 很多人听了以后来问我这个问题 那个问题我能够回答什么 今天我常说 亚拿尼亚撒菲拉 欺贫圣灵 他们立刻受圣灵的惩罚 今天我们说 亚拿尼亚撒菲拉这样的人 在教会里应该是非常好的人 比他们坏十倍的人 在教会里面都还在 也没有扑倒 但是这不等于 今天我们的神 已经不管事 我们都知道 将来还有更严厉的审判 问题是这些人不怕 这些人不管 反正将来再说 今天我觉得 当然有些人 可能他还是只是认识的问题 没有能够认识 有些人就是这么大胆 在教会里面 表面好像很属灵 但是实际上在背后 做了好多死 我们会非常惊讶的事情 照例这样的人 应该圣灵早就把他击倒 但是圣灵现在没有这么做 出持教会 因为我们都知道 一切在开始的时候 圣灵要建立他自己的威望 那时候人对这一切还不认识 今天我们说 人应该从圣经的教导要认识 亚大利亚撒非拉的时候 还没有这个新约 今天我们都知道 在新约圣经里面 讲到草莫和解的建造 找到神 讲到神的审判 这些都讲得够清楚 在旧约里面 这些道理 其实讲得不那么清楚 所以当时圣灵的方法 是有点不错 所以我在这里 我只能使这样一个题目 我说揪出以利亚士 按照我想 以利亚士这样的人 应该从祭祀的队伍里面 要清除出去的 那是尼西米做不到 为什么 尼西米既然他是神长 他没有这个权 祭祀他是亚伦的后裔 我们都知道 在律法下 他就一直就是祭祀 他怎么再坏 他还是祭祀 而且我们知道 为什么大祭祀不处理 往往我们说 这个大祭祀自己本身 也有问题 如果你去看第十三章里面 你就知道 大祭祀跟参巴拉是亲家 你自己去看圣经 你就知道了 今天这些罪都在什么地方 都在那一些侍奉的人身上 今天我们说 如果不是以利亚士的话 你说多比亚能住进那个圣殿吗 一般的老百姓 自己都进不去 但是我们说 以利亚士有权 今天这个权 他不是为神用 他这个权 为自己用 就像我讲那个做传销 今天我们说 一个侍奉神的人 如果他不是全世界的 教会也没有供应 他做另外工作完全可以 但是我们说 他为什么喜欢 选了做传销 传销下面的那个市场 就是他的教会信徒 今天神的工作 成了他利用来为自己赚钱 如果你做传销 不在教会里 你在外面你有本事做 你尽管去做 不能利用教会的关系 今天弟兄姊妹 我们说 这一个以利亚士 尼西米无法处理 很可能还有很多百姓 也支持以利亚士 觉得这个问题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大家都在这么做 以利亚士能这么做了 这样他们去跟以利亚士那边 要去献祭也比较方便一点 那个纪物如果说不够格的 以利亚士也就放宽了 那就可以 大家相互之间 我们说 可以说以罪恶来做交流 在教会里面 不是没有这一类的现象 我不是说好像我这么样的好 我自己也有各样的确定 也正因为这样 使得这些以利亚士 就更加的就怎么样大胆 反正每一个人都有弱点 你要讲我 我也就讲 你不讲我 我也不讲 对不对 那我们说在教会里面 就成了怎么样的一个教会 今天对我们来说 以利亚士连尼西米都处理不了 以利亚士到最后 不过就是说管窟房 他就不再管了 在圣经里面 我们看见 他另外有一个管窟房的人 但是我们说 以利亚士他还是祭司 尼西米没有任何的处理 我一直不明白 为什么尼西米不处理他 这样的人在教会里怎么行 但是今天我只得承认 尼西米没有这个本事 这样的人在教会里面神通广大 我们说往往今天在教会里很多人 不是你去处理他 他不来处理你已经很客气了 你看我们说 弟兄姊妹确实在教会里面 有这么一些不正常的情形 我们自己应该好好地反省 我们能做到的 揪出以利亚士 我们要看到今天 很多罪 一般的弟兄姊妹做不到的 都是那些侍奉神的人做的 为什么那些侍奉神的人 我看见有些初期开始的时候 很忠心 做得很好 到后来完全变质 往往弟兄姊妹很虔诚 不敢做的事情 那些信主多年的侍奉神的人 就觉得都无所谓 不需要那么女媚幼稚 我们说问题都出在这些上面 所以我想我们唯一能做到的 那就是把它揪出来 我们说不忠心的不忍 不忠心的仆人 尝试 败坏教会的主要原因 像多比亚这样的人 没有以利亚士的接纳 把它引进来 我们说多比亚是进不来的 主要原因 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 我们的责任何等重大 我们随随便便把多比亚引进来以后 我们再要把它请出去 不是那么样的容易 工作给破坏 再要恢复 那我们说破坏是容易的 恢复要加倍的 阶段 所以我们看见 值得生死 我们说不忠心的仆人 尝试败外教会的主要原因 因一般信徒是做不到的 值得生死 值得生死的是 为何以利亚时 敢公然做这恶事 而不受 出发 这是值得我们生死的事情 当然我们自己不要做以利亚时 但我们从以利亚时 虽然我们不一定能够处理它 但是我们要把它揪出来 就表明我们并不认同它的做法 我们要从它的身上 要学习功课 第四 那就是在第十到十一节 第十到第十一节 我们一起来看 我们一起来念 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知道了 这些利未人 离开自己的职务 离开自己的职务 我们说 古然 不能说是对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 他们离开的原因 当然他们得不到供应 他们也需要生活 那么他们不得不 个人到自己的田地 做自己的事情 我们不能说这些利未人对 但是我们看到 尼西米对他们没有什么责备 尼西米只是把他们招回来 挽回他们 今天我们已经说了 对一时软弱的 有过失败的 我们不能说这不是失败软弱 但是我们应该要用温柔的心 把它们挽回 怎么样的温柔的心 尼西米在这里有一个很现实的 把这一个问题线要解决 如果尼西米不把多比亚赶出去 只是叫这些人回来供职 我们说尼西米这样的挽回 不会有很大的效果 因为这些人 他们有一个现实的困难 今天当我们要挽回一个人 我们要从具体的问题做什么 我们要能够理解他们的难处 然后我们要帮助他们 解决他们的难处 今天我们说 当然别的人无法解决 尼西米因为他这一点权还有 他对以利亚时事无可奈何 但是他对多比亚 他还可以处理 把多比亚赶出去 然后才可以把利未人召回来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说 这个就是挽回 善理 执手 这些我们不能就随便地说 你们这么不忠心 不静止 今天我们说 对这些 因 教会 施责 而 造成的 软弱失败者 应 应 解决 实际问题 予以挽回 这些利未人 他们并不是自己不要侍奉 而是无法侍奉 今天我们说 当有些人霸占了教会里面以后 确实使很多人无法侍奉 今天我们说 对于有些问题我们能够解决的 我们需要解决 我们需要看到 我们自己身上的责任 我常说那一个失落赢钱的那一个妇人 并不是我们说浪子离家 她自己出走 迷路的羊 因为她与魅无知走迷了路 我们说那个钱是怎么会掉的 钱不是自己走的 钱也不是说自己会掉 钱掉了 是那个妇人掉的 我们都知道失落钱的责任在那一个妇人 往往有些人离开教会 有些人没有能够继续侍奉 很可能那是教会的责任 那是在教会里面 我们说有些问题存在 所以当我们要把这些人挽回过来 弟兄姊妹 我们说我们必须要像那个妇人这样 自己起来积极地寻找 把这些钱再找回来 失落的钱那是妇人的责任 今天我们说这些利未人离开职守 那我们都知道 那是当时那些祭司的责任 那个以利亚时把那个房间腾空了给多比亚住 以至于那些利未人的供应得不到 而大祭司没有起来主持公证 没有能够来处理这件事情 因为大祭司他自己也跟了参巴拉结了亲 他或者是不愿处理 或者他是相互包庇 我们说当时这些利未人离开 我们说是有原因 因为教会适责而造成的软弱失败者 应当解决实际问题 再把它们挽回过来 不解决实际问题 你的挽回也是不现实 下面第五 在这里有一个十五到十八节 我们先念一下 十五到十八节我们一同来念 那些日子 我在犹大 见有人在安息日诈旧 满愿可问 我在地上 又满有独豪 无法国和各样的胆子 在安息日 来路易与撒农 我就在他们的书都的那里 请谢他们 又有独豪人 住在地上上 他们把你和各样 和我们一起来 在安息日 卖给一堂家人 我说是 有独豪 你们怎么记得 恶事 拜卖安息日呢 从前 你们被业主席 今夜暗示 以至于神 是一切费货 运到我们的这场 现在能够得安息日 十岁目 对话 能够得悉 对 我们念到这里 我说对于安息日的问题 我想我们到底 是为了要得安息 还是得安息日 我们该怎么来理解这个问题 一心里要求他们守安息日 到底今天 弟兄姊妹 我们是要得安息 还是守安息日 我们现在要不要守安息日 尼西米那个时候 他要求 那些百姓守安息日 那是很正常 也是应该的 但是我们都知道 神设立安息日的目的 不是为了要有一个日子 要这些以色列人 举行什么仪式的问题 而是神希望这些以色列人 通过这一天 能够得到安息 可是圣经里面 也告诉我们 在律法之下 没有人借着守安息日 能够得安息 正因为这样 神 他没有给我们 另外一个安息日 但是他给了我们 那个安息日的安息 而这一个安息在哪里 得到 我们就是在耶稣基督里 今天我们信了耶稣的人 我们就得到了 神为我们所预备 也是要我们得的 那个安息 这个道理记载在哪里 在希伯来书第四上 如果你去看希伯来书第四章 你就会看到 在这个里面 告诉我们这么一些内容 我想我们这个问题 简单的来看一下 首先 那是希伯来书第四章 第九节 我们找到了 我们一同来一眼 这样看来 这件神为我们存留的不是安息日 也不是说因为那愿安息日失败了 再来一个安息日 而今天我们的神更直截 安息日没有能够达到使人得安息的目的 神更直截的一个方法 让我们直截得安息 这次的安息不是靠着守安息日 而是靠着相信耶稣 所以首先我们说 我们可以看见神的心意 不在安息日 而在 神的心意不在安息日 而在安息 然后我们来看台词西伯来书第四章第八节 西伯来书第四章第八节我们一起来念 若是耶稣亚已叫他们想安息 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 就说明耶稣亚有没有叫他们的安息 没有 他们就是进了迦南地 有人以为进了迦南地就是得安息 但是实际上 西伯来书告诉我们 进迦南地不等于得安息 今天我们说 耶稣亚 如果说耶稣亚已叫他们想了安息 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 说明神另外定了一个日子 这个是什么日子 耶稣做成救恩的日子 所以我们说守安息日 并没有能使人得安息 那些守安息日的人 他并没有真正得到安息 因为我们都知道得到了 你就不需要再守 但是他们一直的守下去 就表明那只是守安息日 表明他们希望得安息 而得不到 第三 我们也是在西伯来书第四章的第三节 我们一起来念 西伯来书第四章第三节 我们一起念 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 得以进入那安息 正如神所说 我在目中启示说 安美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其实这奥物之后 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 对在这里一开始就告诉我们 相信耶稣的人 相信的人 得以进入那安息 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得了安息没有 我们在基督里已经得了 那么如果有人再来叫你守安息日 我们说有没有必要 相反的我们可以告诉他 你守安息日你得不到安息 你相信耶稣我们已经得了 所以我们也不需要去守安息日 我们既然得了安息了我们还要不要去守安息日 我们说加拉太的教会就是既在基督里得了安息又要想去守安息日 保罗说这是律法的倒退 今天我们不要倒退回律法 我们已经得了那安息 在这些圣经的后面就是说到那些没有信耶稣的人 他们没有能够得到安息 我在目中启示说 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因为他们在罪中 罪没有得到进入 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信主的人 在基督里 已经得了安息 我想趁这个机会就把那个安息日的问题 因为常常也是弟兄姊妹会面对的 我们说到底我们要不要守安息日 守安息日 那么也是会面对一些安息日会的人的一些挑战 他们会来问我们一些问题 我们该怎样来回答 我想根据这个三个方面 弟兄姊妹对这个问题应该是可以回答的 下面第六 我们看第23到27节 23到27节 那些日子 我也见犹大人娶了雅师父 雅门摸鸭的女子为妻 他们的儿女说话 一旦是雅师父的爸爸 不会说犹大的话 所说的是照着各族的方言 我就施责他们 咒试他们 打了他们几个人 挖下他们的头发 叫他们施责神的喜事 必须将自己的女儿下给灾宝们的儿子 也不为自己的儿去他们的女儿 我又说 以色列王所罗门 不是在这样的市场犯定吗 在过国中并没有给他想看 羡慕他神的败 神帝他和以色列全国的王 来而连他又对外旺女子 以牛犯罪 如此 我请求你们行者大河 去外旺女子看伴我们的神 我们如果念28节 你就会看到 大祭司以利亚师 我们说这个以利亚师 跟前面讲的以利亚师不一样 我们都知道 祭司叫以利亚师的名字很多 这个大祭司以利亚师 跟昌巴拉是轻价 是轻价 所以这也是难免的 那一个以利亚师就很大大 很大大 不但跟多比亚结亲 还把他结进来 那么当然我们说 今天我们来看这个婚姻的问题 在这里我们说 很清楚的一个要求 婚姻问题 很清楚的要求 不应该和外邦人 通关 在这个时候 尼西米称这个也是一件恶事 我说不应该和外邦人 通关 在刚才我们念的这段圣经里面 尼西米提出了两个理由 我想我先写一下 在第二十四节告诉我们 和外邦人 通关 子女 不会说 犹大话 影响到子女的教育 不会说犹大话 也就是 他们不会认识神 不会说 今天教会里 我们说的话 明白真理 很多信主的家庭 他们的孩子 从小会祷告 他们会感谢主 他们会说一些 圣经里面的话 但是如果说 和不信的人同婚 那么这个家庭的孩子教育 往往就不能留着 你自己来做 还有在第二个原因 是二十六节 他的意思就是说 连 说罗门 都 应 取 外邦女子 而失败 不得了 他们在纸 是一百分之一